所以首先我們這個課程裡面編輯跟應用部分 編輯當然就是可能會需要一些編輯的工具 目前來看編輯工具裡面 可能還是要想想哪些東西是比較容易取得 就是每一台電腦都有的 軟體會比較OK 不然的話我們如果找一些 你電腦裡面沒有的 你要自己另外安裝 或者你要花錢去買的話 那可能我是覺得這個可能就不太適合 那以目前來看 像文字相關的編輯環境 那當然最常被用到的 像Office Word Excel PowerPoint 那以目前來看 重要性好像 Excel 應該算是排在還滿前面 Word 以前可能還有人要去學習 但是後來發現 Word 現在學得越來越少了 那PPT的話其實大家已經變成基本配備了 可能至少你一定要會PPT 那剛好你們畢業專輯製作 那個志明老師他有跟我說他會教 所以他跟我講說那個PPT部分 他跟我講說這個部分可以盡量不要放到我的授課內容裡 他說他會教 所以我就不要跟他教重複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如果假設針對那個編輯的實務應用部分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考慮就是編輯軟體 我可能還是會用到Excel Excel也許你們大一的課程其實也有講到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們的方向不太一樣 那我就想說對大家更有幫助的 可能就跟證照有點關係 我是建議你們除了可以學一項技術之外 那未來如果你要考證照的話 你可以自己來考慮說要不要順便學完之後 順便把證照取得 那當然會更好 如果你有拿到證照 當然你也可以跟我講說你拿到證照 我會幫你加分 所以如果拿到證照 這個部分是有加分的 那其次的話可能就是像圖檔的 比如說有些圖有些影像的部分 那我就想說哪個軟體 最適合拿來做一些圖片、影像的編輯 那當然不外乎首選 應該大家都耳熟能詳 應該知道有個軟體叫Photoshop 簡稱叫PS 那PS我想基本一定要會 因為現在很多P圖 一定都是用Photoshop 這個Photoshop很重要 只是說這個軟體好像在我們電腦裡面 好像沒有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想想辦法 我不確定啦 你們待會可以看一下有沒有Photoshop 它這個軟體的話 應該是Adobe的 你們看一下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另外再想辦法把軟體部分給取得 好像我看一下沒有Adobe的東西 只有贈以Sale這個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大概跟各位講一下方向 首先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 所以大概有兩個連結 請各位還是要稍微記一下 第一個連結是請各位幫我填寫一個課前的問卷 這個課前的問卷的話 它的網址就是gg.gg 然後斜線 Bidata to edit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其實我應該給各位一個QR Code才對的 不然的話這個QR 忘了 沒關係 怎麼辦 下一次好了 我大概會有敘述一下 這個網址裡面大概 有課程內容 裡面課程的內容 會大概說一下 第一個當然你填一下你的學號加姓名 等於有點像點名 等於如果填的話 反正已經有到 然後你的選課動機是什麼 當然我會希望你真實的答案 如果假設第一個答案是 因為必選修 所以只是想要來拿學分而已 沒關係 你要誠實跟我講 如果是你就打勾這個 千萬不要違心 你如果是你就打勾 OK 但如果是一點點就沒關係 大概30%以上的話你就打勾 然後另外的話你還要想要拿證照 這會有幫助 反正再多選 還有其他 如果有其他你就填一下 然後你比較有興趣的內容是什麼 你大概跟我講一下 反正如果沒有你就其他 老師我想要學其他東西 然後你對未來有沒有做準備 反正如果要考驗就有索拉 或者等等OK 甚至如果這邊沒有 你就其他再填一下 那你覺得哪一些應該先學習 這個是一個檢答題 有沒有特別想學的 電腦相關的知識 如果有你就填 如果實在想不到你就沒有 你就填沒有沒關係 OK 盡量就想一下 OK 然後你覺得這個 這個辦公室的應用要怎麼融入 像文學的設計創意 比如說我們學的這些東西 有沒有辦法 把它跟實際上工作做結合 你想想看有沒有可能 當然也有可能 但哪些部分可以做一個 兩個把它mix在一起的這種創意 不過我覺得這個可能需要動一腦筋 然後其中報告跟其末的評量 那你希望用哪些方式進行 OK 最後的話 如果你有Gmail 你就幫我填一下 讓我知道一下你的Mail 反正至少知道一下相關資料 那我大概統計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 大家學習的興趣在哪邊 OK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大概有一個固定的想法 只是說也希望聽聽大家的聲音 第二個連結的話 就是底下這一個 叫做GG.GG 斜線 這個可能是固定的 以後我相關的資料 會放在底下的這個連結底下 那網址就GG.GG 然後斜線 Digit to edit 這個網址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以下 該有記起來了嗎 畫面還給各位以下 首先的話 選課動機到底是什麼 其實不意外的 最多人選的就是這個 單純只是因為想要拿這個 更新的 剛剛又有同學要填 84% 八成以上的 只是想要拿學分 但也不意外 因為誰不希望通過 只是說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別的原因 另外 其次的話 不過落差一點大 好像 第一名跟第二名 就是 第一名84 第二名可能就少很多了 只有39% 覺得這個課程對於未來就業有幫助 大家是對自己沒信心 還是對我沒信心 我是希望 當然這個課程 我是希望你學完之後 真的可以為自己將來在就業有加分的效果 真的你們將來履歷表上面 真的要有一些比較讓人覺得可以吸引人的一個 多一個 那所以 好像又少一點點 總共13位同學是覺得對未來有幫助 選個東西是希望自己 然後呢 另外的話 第三名可能就是希望能夠了解 如何在運用電腦的科技 能夠幫助就是文學的實用化 就是可以真的做出一些東西的結果 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用工具產生的 也有點像是 把一些文學相關文獻資料的數據 就是數據把它量化 至少知道說 哪些資料到底佔的數量是多少 其實比如說 舉個簡單例子 到底紅紅紅紅哪一個人最重要 你說老師很抽象 哪一個人最重要 那我怎麼知道曹雪芹寫的時候 是到底哪一個是最重要 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不知道哪一個最重要 其實你可以把它用一個數量來觀察 數量多不見得最重要 但是數量少 你說它重要 我覺得當然也就不太可能 所以相對的 我第一個會需要知道什麼 到底紅紅紅裡面 出現的人民的頻率最高的是誰 至少你讓我知道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前十名你幫我撈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我該怎麼做 你第一個想說 如果以前的人的做法怎麼做 以前沒有電腦的做法怎麼做 算了耶 我真的看到有以前古人研究 好厲害 從頭算到尾 真的佩服 比如說你說那個 到底是薛寶猜出現的頻率多呢 還是林黛玉出現的多 哪個重要 對不對 但姑且不論到底是賈寶玉愛誰 其實這不重要 數量多的哪個多 比如說這兩個誰比較多 誰比較少 那以前的做法是像人工 哇那不得了 這100萬字說真的 你怎麼算得完 那如果假設說 你今天要用電腦來完成這件事情 那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有其必要性 如果你學會的話 那很多事情就變簡單了 可是如果你學不會的話 那很多事情就很複雜 OK 那其他的話 就是證照 我看他也比較沒有那麼 不過我是建議 如果你實在是將來希望能夠多一些籌碼 就業上的籌碼 可能還是思考一下 畢業之前能不能拿一些相關的電腦證照 對大家一定有幫助 因為你們有一些畢業的學長 也常跟我講說 老師你之前叫我們考證照 我們有去考 真的對工作上面 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OK 再來的話 你比較有興趣的內容是什麼 這也不意外 因為之前好像跟前幾屆的都一樣 大家最有興趣的 還是 Photoshop 做有關影像相關處理 最常看到好像是什麼P圖 好像有一個社團叫P圖公社 請你幫我把什麼什麼去掉 請你幫我把我老婆後面的路輪去P掉 結果後來好像P出來 結果好像很好笑 P圖公社 不然應該要看過類似的這種P圖 當然Photoshop不是僅止於此 他其實有很多的相關功能 那當然各行各業都會有圖 必須要處理 必須要編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重要 大家對這行中最有興趣 第二個重要的話 居然有點意外 也是有VBA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大一上下學期有修過 可能因為這樣 這個是難度最高的 可是反而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七的同學 居然是對這個是有興趣的 這蠻意外的 那顯然是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學校 對於那個城市設計的 這個教育相關的推廣 其實還蠻有成效的 不然以前這個選項 其實是非常少人選的 因為很多人看到Excel VBA 大概就視為衛圖 實在是太恐怖了 其次的話就是這些項目 看這個視算表的相關編輯 還有一個是沒有 沒關係啦 那有沒有對自己的就業做一些準備工作 那最多的是什麼呢 百分之四十的同學已經有 那不錯 等於是我們班上有 百分之四十的同學 已經在學習相關的技能 表示你對於未來是有準備的 這是還蠻好的 OK,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佔比第二高的話是哪一個 不知道 還不急 因為爸媽說我們家裡還有錢 你不急著工作 不過現在台灣應該 我覺得大部分家庭好像似乎 好像應該還 大部分應該算是富足的吧 所以可能給子女的壓力也許沒那麼大 我在想應該是這樣 不過啦 雖然父母親自己扛下來了 但是你總要有一天你要有個體認 就是你的爸媽會老 你會長大 那應該要換你去承擔這個家計 OK 雖然你爸媽扛起來了 可是他不表示他不會累 他只是不說他很累而已 所以你有時候設身處地一下 替你的父母親想 那這應該叫做有一點點 不能講孝心吧 這個應該是基本的那種 怎麼講 就同理心吧 OK 你就覺得對 你要準備一下 至少不要說 什麼光中藥主啦 沒想那麼多 但至少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其實我自己有小孩 我小孩其實跟你們年紀沒有差一點點 OK 那我大概心情我也可以理解 其實我看到你們 其實就看到我自己的小孩的感覺 是滿像的 我大概可以知道你們父母親的想法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們可以適時地表達一些 比較成熟的 或者有一些承擔的 哪怕只是嘴巴講講 我看你們父母親應該會非常開心 我小孩終於長大了 真好 他感覺至少可以雙一口氣 不然很多父母親其實真的滿辛苦的 OK 所以如果你還不急的話 可能還是真的思考 也許啦 因為我看一下好像我們班上 滿大一部分是大一的同學 大一的 所以可能這部分應該還是有一個空間 但是很多時候時間過得非快 你看一個學期已經過了 我現在都下學期了 再來你就大二了 有時候我發現奇怪 你不是才剛入學 你怎麼要畢業了 像你們助教學長也是一樣 我意想說他好像才剛入學 奇怪怎麼他又要畢業了 OK 所以時間真的過得還蠻快的 其他就要準備研究所 我準備研究所還是要思考一下 你將來念的東西 是不是 OK 再來的話 你希望哪部分應該優先學習 有很多同學回憶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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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同學講到Python 寫程式 其實我還蠻想要教各位Python 因為我自己也在教Python的語言 但是為什麼不特別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蠻難的 如果假設你們這個也會的話 那也是亮點 等於說你會的實在是已經超越很多 理科學生會的東西 很多理工科的學生 Excel 然後還不見得熟 更不要說Python也會 那當然就不得了了 不過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當然會斟酌的 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技能 加到我們課程裡面 那大概是這樣 底下的話其他就是 到底其中跟其末 到底應該用什麼形式進行 我只是想要聽聽大家的一切 所以第一 大概94.3% 腳踏報告 然後大家都很喜歡教報告 其實我還蠻想要你們上台報告的 教了報告都在上台報告 OK 不過這個可以斟酌 或者甚至上機車也蠻好的 把它當成證照來考試 不過好像選這個選項的只有一個 我看一下這個可以把它加一個分 這個分組報告 這個也不錯 再來這個期末的部分 奇怪也還要交報告 OK 大家怎麼這麼愛交報告 OK 那其次的話就差很多了 兩個是上機測驗 然後一個的話是分組報告 OK 所以這個我們再斟酌一下 大概原則上 知道一下大家的一個學習的狀況 因為待會的話 你下課時間就一分鐘 所以待會我會再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這期課程的大概不外乎 就是課程裡面跟課程內容 大概先介紹一下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你們可以記得就是 下面的那個連結 下面這個連結 恐怕一定要把它務必要記下 因為將來我們所有的相關的資料 都會放在雲端上面 跟我以往上課的方式一樣 那這個上面都有所有的 包含講義 包含我們上課用到的資料 都會在下面的連結裡面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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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